你在抱怨自己什么都没有,自己什么都不好的时候 例外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我是一个教育博主 主要分享海外中文教学,学习,留学相关的干货视频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呢,就请关注我吧 这一期视频开始之前,我要示明的一件事 这是一期吐槽视频 如果你对我的观点感受到任何不适的话呢 就请关掉这期视频,并且去管我 在我成为up主之前,我也follow过其他大咖 参加过线上的付费课程 这些课程呢,都会有一些微信群 可能是因为是付费课程的原因 这期微信群里的群友都还是挺优质的 我所说的优质不是说他们赚了多少钱 而是说他们的社交礼遇做得还不错 很差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某一个特定的人群 他们的网络社交礼遇就应该像那样的 可是当我自己创建了海外中文教师QQ群以后呢 我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网络社交礼遇 尤其是在一个群体的这个社交礼遇里面 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不管是QQ群还是微信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群就先看公告栏的习惯 公告栏呢,一般会写这个群开创的目的 目标人群对群友的一些要求 那在我的群里呢,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修改一下自己的群名片 把它修改成城市或者地区一个简号职业简号 和自己的昵称简号这个部分呀 我的天哪,那真的是 有人把它修改成破着号 有人把它写成加号,空格,下滑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整理电脑文件的时候 有很注意文件格式的习惯 我自己其实对文件格式还是要求挺高的 在整理文件格式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以名字来排列这些文件夹的时候呢 一个破着号或者一个下滑线 它所出现的这个状况就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强迫症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把格式改成一样的 这样的话找起人来也是比较方便 而且看着也比较舒服 为什么要让大家写一下自己的城市或者地区呢 就是想让同城或者离那个城市比较近的群友 可以做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 信息的互补啊 大家看仔细来是城市或者地区 有很多人写的是四川、云南 甚至还有群友写中国 第二呢就是让大家写一下自己的职业 我并不是说想让大家透露自己多少的个人信息啊 如果你不想写职业也没有关系 写职业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看一下我的目标人群 大概是在哪一些职业比较多 这样我在准备视频还有准备文字内容的时候呢 可能会着重于某一个目标人群 如果是同专业或者跨专业的群友 也可以做一些信息的交互 昵称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昵称都是很重要的吧 你至少要让别人知道你叫什么吧 从修改昵称和看群公告这件事情呢 我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在读书的时候那个学习能力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老师们经常说审题审题 注意审题啊 什么叫审题啊 就是你拿到一个东西知道它让你干什么 而且要按照要求去做这件事 不要考试结束了跟老师说 我不就小数点差了一两位吗 我不就是标点方错了一点点吗 至于给我扣那么多分数 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不仅仅学的是知识 还有你学习的能力和学习的一些习惯 这些在网络社交也好 在你职场上或者生活中跟人交流也好 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注意细节 这些就是细节 这些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在社交领域对对方的一个尊重程度 我也刚才也不断的提到信息交互啊 线下交流啊 这类似的一些词汇啊 在这个信息时代呢 我们确实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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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的信息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些信息有的时候是不正确的 不要太过依赖于网络 我们在KQ群里面 大家就可以交流一些在网上还看不到的 但是最真实最新的信息和资源 眼睛团有小伙伴给我发私信书 阿图我这个成绩也不好 我英语也不好 价值条件一般 我要怎么出国呀 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呀 我要求不高 只要有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职场新人 我很注意这个网络社交里 我也很注重跟同领域和不同领域的人 做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 信息互补 还有资源的共享 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 和我们的QQ群里就可以做到的这些事情 你为什么不注意一下呢 你在抱怨自己什么都没有 自己什么都不好的时候 另外的人 他们在做什么呢 打开自己的朋友圈 定期的更新一下自己专业领域的一些信息和动态 而不是把你的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 或者把你的这个昵称改为一个一般人都看不懂的一些名字 你就已经失去了很多跟别人交流的机会 你也失去了很多别人了解你的机会 别人了解你 你有跟人交流 这些好的资源当然就会找到你 你也会找到一些还不错的资源了 今天早上就真的还睡得迷迷糊糊糊的时候 就收到一个电话说 我是某一个学校的老师 校长给了我一份你的资料 你能不能让我去教书 我当时都想不起来我在哪一个时段给了属于我的信息 但是我相信肯定是我之前某一个特定的那个中文老师面前提到过 我可能很需要内服的学校工作的这么一个话题 在一个适当的时间 我就早上莫名其妙的 打引号的莫名其妙的 就得到了这个机会 相比而言 如果你把你的朋友圈关闭 把你的昵称改为乱七八糟的一些昵称 一个还不错的优质的一个群体里面 你是一个隐形人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 怎么会有人找到你呢 群聊的时候呢 我发现很多群友就是一句话一条信息 两句话一条信息 甚至几个字就一条信息了 很多群友就担心错过群信息 就会把免打扰这个功能给关闭了 如果有人把手机设成为震动的话 他就会不断不断不断的震动 收到一些有的美的垃圾信息 跟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聊天 和在一个社群里面聊天 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社群里面 如果你要说一件事情 尽量用一条最多两条信息 把你想说的话表达清楚 而且最好有分行 不要一大段放在那里 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 最好一二三次标清楚了 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结束语 比如说谢谢大家 感谢回答之类的 这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社交礼仪啊 还有呢就是在你聊天的时候 这个聊天内容也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网络上公开的这一个社群 除了你和你想要提问或者想要聊天的这个人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几百个人都在看着你们的聊天内容呀 不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你也要想一下其他看的人的心情 以及你单独想要at那个人的心情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条信息我真的是震惊了 是有一个群友呢他问另外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呢他是在国外很长时间了 就是一个中文老师 这个群友A就问群友B说 你在国外这么久了呀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你才去过这么几个国家呀 你赚多少钱呀 我看到这条信息我都震惊了 在我的这个目标群体里面居然有一个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小朋友 我当下就把它移除了 而且设定为他的这个账号再也不能申请加入我的QQ群 在我们的群公告里面我也写得很明白 这是一个资源经验交流群 我们群里当然偶尔会有些开玩笑啊 也会有一些了解一下国外教书的这么一些经验啊 但是没有任何的禁语 而且用的这个标点符号呢是连续的问号 就感觉是就是很难以置信啊 就反正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这是一期吐槽视频 如果大家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能可以出一期如何在网络社交里让大看看到你 如何在这个网络时代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关注 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这件事情 我是可以达到我自己的一个目标的 我还在成长过程中 所以还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一点 请尽量不要在社交群里面发比较大的这种表情包 如果能不发表情包是最好的啊 如果你想锻炼你的语言 而且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稳重的 非常专业的一个人士的话呢 尽量不要发表情包 首先表情包它会丧失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要把表情包所内涵的这个内容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表情包其实是真的挺麻烦的 尤其是有的表情包特别巨大 占了整一个屏幕 我在看上面和下面这两个文字内容的时候呢 需要跳过超级大的一个表情包 真的是很麻烦啊 第三个呢就是用表情包 有的时候这个表情包的内容真的很不适合出现在社交群体里面 跟亲密的朋友聊天 还有在自己班的群里面聊天 和在一个其他的 大家都是陌生的那个社群里聊天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我的这个QQ群里面 大家的这个年龄差距是很大的 有20岁不到的 最大的有大到五六十岁的 隔好几代的这个文化差异还是存在的 你会让其他年龄段的人觉得你这个人很不稳重 很不专业 大家可以用一些就是QQ或者微信自带的一些 比较小的一些符号表情包 OK啦 但是不要用太夸张的 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迅速发展的这个年代 可以快速的提升自我 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分散的世界里脱颖而出 并且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平台实现个人成长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计较到更多 希望实现个人成长 以及个人突破的一些朋友们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